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即使攻略 這一節先請出我們的嘉賓 有要財政圈研究部的分析員 就是譚志樂坐在旁邊 Anna 你好 Anna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大市方面的情況 恒指繼續升 現在升超過78點 升731點 上了26000的關口 到26007點 至於大市成交已經到1523億 國企指數升598點 到13261點 情況非常厲害 牛氣衝天 可以說到壞 可以看看之前落後的股份 今天也有個升幅 其中可以看到恒指成分股當中的博彩股 看到銀余和金沙中國也有得升 升超過8% 至於奧博控股 現價是11.04元 升超過6% 至於金沙中國 升超過8% 35.05元 而永利澳門 暫時都可以看到 永利澳門 升超過7% 18元 至於新豪博雅 升超過8% 60.85元 至於新豪國際 升超過7% 14.12元 美高梅中國 是15.08元 升超過6% 美高梅中國 升超過6% 阿龍 看到整個豪賭板塊 有個升幅 究竟是否真的 每個板塊都有一個熱炒的情況 現在資金 開始選擇落後的板塊 如果真的要選擇落後 豪賭板塊 又是否一個值得去追捧的板塊 今天看到這個板塊 有個不錯的反彈在這裏 但是 其實就會留意 現階段為止 你說的確沒錯 你說豪賭板塊 澳門的這些博賽股 的確仍然是比較落後 因為你看回年初至今 你看到現階段 恆指都升到26,000點 這些水平 年初至今的累積升幅 都差不多接近一成 但是相對地 豪賭股 你說整體來說 好像銀魚 金沙中國 年初至今仍然有個 下跌的跡象在這裏 但是 你說有沒有追落後 這方面我覺得很涼體 第一方面會看試放盤配合 如果試放盤配合 豪賭板塊的確會有條件做好一點 但是 未來走勢 我覺得很大機會 仍然會跑輸大肆 主要原因是博賽收入 我相信在上半年來講 整體而言都很難見到 有個好轉的跡象在這裏 相信 你說整體而言 要博賽收入做好一點 可能真的要等到下半年 一些新賭場開始落成之後 才能夠見到好轉的跡象在這裏 但是 去到2015年的下半年 其實你說新賭場 都是只有 德銀魚這間公司 有一些新賭場去供應 所以整體而言 整個澳門的博賽收入 普遍預料 都仍然會維持在一些比較低的水平 正如澳門政府之前的預測 我相信今年來講 每個月澳門的博賽收入 都大約在200多億左右 這些水平 但是我想 你看回現階段 跌到這些水平的時候 雖然 豪島股今天有個反彈在這裏 但是以現階段 在豪島的估值上面看 如果未來每個月澳門的博賽收入 能夠維持著200億元左右的水平 我相信未來來講 他們的下跌空間 就未必是非常之大 而最重要就是之前提及到 為何要市況配合 今天整體現階段 看到豪島股有個反彈 我相信不是最主要因為它落後 或者股值跌到一些比較吸引的水平 反而你看到今天來講 市況這麼強勢的情況下 大家都知道 最主要衷勁上一些上面的資金 都會有興趣下來 在港股上面有些炒作 我相信 對於上面的基金來說 你在講的是豪島股 的確是會有個特色 有個特別之處 始終在上面 這些相關類型的博彩板塊上面 就相對地比較少 一旦能夠引入資金的追碰 特別講這些基金對於這些股份上 是相對地的興趣 會比較大的 所以我相信 的確能夠引入資金的追碰 但是 真的要見到整個 最壞的時刻已經過去了 暫時來說 仍然有相對地比較多的 不明朗因素在 因為現階段雖然內地 有些舊市政策等等 但不排除未來來說 仍然會繼續有些打貪等等的政策 陸續有機會出台 而這些政策 很大機會都會影響到 澳門的博彩收入方面的表現 所以我看回現階段 我覺得澳門的博彩收入上面 其實見底的機會是有的 但是能不能馬上馬上出現 U型的反彈 或者回復過去的強勢水平 我相信仍然有段比較長的時間 才能夠見到 所以現階段 如果要去追落後 你要去駁回豪賭反法 有個反彈 是可以的 但是會不會有個很明顯的升幅 或者未來來有機會 跑贏回大使 我相信仍然是比較困難的 好 暫時偏淡一點 整個板塊 好像你剛才提及到 27日銀魚也提及到 有些新賭場 未來可以衝勁回 見到現在升超過7% 在做38.6毫半的位置 今天最高碰過38.8毫半的位置 即是50,000移動平均線的位置 似乎升不穿這個位置 是否在接下來很大的關口 有一個阻力 當然這個水平是第一個阻力 因為這個不單是50天線的阻力 亦是一條中期下降軌的阻力 但是有沒有條件去突破 我覺得未必 你看現階段市況上 成交真的非常暢旺 正如之前所說 這些豪賭板塊 都是內地資金追捧的對象 其中一份子 所以未來來說 保持著這個勢頭 市場繼續衝勁 未來在互聯互通的制度下 放寬上面資金下來的條件 這些板塊有機會成為最碰的對象 所以我覺得看法上 未必是看得比較淡 但是由於基本因素仍然比較弱 可能就會保守一點點 但是如果有貨 這些位置絕對有條件繼續去拿著 從技術走勢上 看看銀魚的表現 你看回今天以大洋燭突破了上來 現階段$39的確是50天線 是一個比較關鍵的阻力位 也看到這條下降軌 但是如果能夠突破這條下降軌 和50天線之後 不排除銀魚有機會出現一個明顯的反彈 看回年初至今 股價是由$43跌到$32.8 這些位置 其實你看到累積的跌幅就真的比較多 去到這些位置的時候 股值就不算非常貴 如果能夠突破50天線之後 我覺得是會有條件進一步反彈 所以有貨的 我覺得可以繼續拿著 只要不再跌穿$36這些位置 可以中線持有 短線的目標 我覺得如果穿$39這些位置之後 可以看到42、43這些水平 謝謝 跟我們跟進了這個板塊的情況 另外也再爭取時間 跟進了這個板塊 就是一些石油石化股 或者是遊戲設備股的股份 今天看到有個大幅的上升 好像283的中海油田服務 也看到升幅超過1.9% 至於3337的安東油服 也升幅超過1.9% 至於3303的巨途海洋石油服務 也升幅超過1.9% 當然說近期來說 國際油價都連續升了兩天 紐約旗油升幅超過4% 大市又向後 油價又繼續上升 是不是都有短期上網空間 短線來說可以看好一點 因為的確看到 你說在油價方面 都有個回穩的跡象 這方面是會有個支持的作用 但對於石油股來說 我想我的看法 仍然看得比較審慎 因為你說油價近期來說反彈 不排除 純粹見到美匯指數 有個走弱的跡象有關 但你看到昨晚美股方面 美匯也再次轉強市場 對於聯儲局加息方面的看法 分歧都非常大 但最終我都覺得今年來說 聯儲局都會有機會 進行加息等因素 一旦進行加息 美匯可能有機會再次走強 到時候對國際油價 都會有機會再走下去 始終原油的供應問題 仍然是供求過剩的問題 都非常嚴重 所以我都相信油價 未必說會有很大的反彈空間 不過對於油復股來說 可能始終對於內地的資金來說 亦都見到港股油復股這個板塊上面 股值相對地比較落後 好像中海油復為例 H股差價等因素 都帶動到股份 股價上面 都有個比較明顯的聲勢 所以短期來說 反而未必說 只要看基本因素 油價方面的表現上面 如果你說現階段仍然 市場的焦點都落在一些 深港通 或者H股差價方面的因素上面 這個板塊 都可能會有機會再看好一點點 你看看中海油復為例 從技術走勢上面 今日都有一個突破的跡象 成功突破了16元這些比較關鍵的阻力位 後事來說 我覺得如果能夠站穩在16元樓上 是有條件做一步看好 投資者可以等回股價 升到大約接近18元這些水平 才可以股出離場 好 麻煩安娜的分析 都見到 由復股方面 有回過H股的熱炒情況 正在做16.1號8 暫時升埋近1.9元 麻煩安娜的分析 講的股份 有沒有哪種是持有的 謝謝 休息待會回來會有問答環節